台湾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长照问题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近年来有个新的观点 那就是长训代替长照 透过适当有效的运动 让自己能够健康自在的悠游下班杯子 服口把它扣住 扣住以后把它拿起来 男生已经50几岁的健身教练黄于婷 相当认同长训代替长照的新观点 他鼓励大家要进行重量训练 尤其是40岁之后 更是要把身体锻炼起来 其实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比我的儿子还要强壮 我也比我自己25岁的时候还要强壮 所以我似乎是 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50岁以后的人必须要有激励 才能够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伤痛 有下半身 可是我想说借由这个机会 就是练我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都想去体验看看 开始尝试重量训练的学员 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关系 看到许多机无力的病人 深切感受到激励或是机耐力训练的重要性 希望医生作则鼓励其他的病人 我们在医院就会看到一些机无力的病人 那我们上了年纪 肌力体力也都一直在流失 所以我想说借由这些方式 那帮助自己 看有没有从中间 那再进而去 可能可以跟病人提议说 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让自己更有肌力 随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虽然相关的长照措施不断的升级 但是相信大家都不希望后半辈子 只能卧床被照顾 不如养成运动健身的习惯 健康自在的生活 记者高清风 林景宇 陆秋采访报导